回來了 蔡英文想說一下台灣地區領導人 當然,現在要先加一個引號 這個就是台灣地區的國慶日 他們就是慶祝中華民國110週年 為什麼會說蔡英文是包藏禍心的人呢? 這個人真的很壞 他一開始說 我不會跟隨國家標準去說 因為這些是蔡英文說的 我引述她說的話 她是不可能改變國家標準的 蔡英文說 她說今天是中華民國110年的國慶 亦是中華民國立足台灣以來的第73個國慶日 那就大煲領落 這個人 為什麼說他暗藏禍心呢? 就是某程度上她是暗挺 我覺得她是暗挺這個台灣地位 未定論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剛的數字大家要解一解 中華民國110年 111年為什麼呢? 就是辛亥革命 就是中華民國的 就是誕生的一年 就是1911年 今年就是2022年 那麼 問題就是 沒錯 中華民國最初誕生的辛亥革命的時候 台灣地區就被日本人佔了 這個是真的 因為日本人佔戰爭之後 又取得了台灣地區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也要講一點歷史 但是日本戰敗是什麼時候呢? 日本戰敗是1945年 是不是? 如果我沒有搞錯 就是 日本投降之後 台灣地區就變回中華民國 是不是? 對嗎? 如果是的話 那 就是 民國34年 就是1945年 台灣 那給誰呢? 他的說法 為什麼說是73個周年呢?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1949年之前 台灣都不是中華民國的 這個就是 某程度上 又是拿回台灣主權未定論 這個呢 就是 美國佬搞出來的 這個是什麼時候美國佬搞出來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搞定之後 當時有一個 就是 美國駐台新聞處 他有一個處長 就叫做羅伯特卡道 他在1946年提出這個論述 他說台灣地區 其實 就不是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看到 國民黨 在中國大陸不行 其實就 其實都看到是很不行 就是搞不到 因為那些人又太貪腐了 搞什麼五指登科那些 就是在國內 在大陸地區搞五指登科 那你當然是 就是不得民心的 其實 那 你二戰之後 就是為什麼會搞到 到最後又要來戰再打也會呢? 就是 或者是 解放戰爭呢? 其實就是 因為 某程度上 都是跟國民政府 太過貪腐 都是有關係的 那 那 就是 這個 台灣地位未定論 它有一個很核心的思想 就是 就是 1949年 這個 中華民國 就是 國民黨 退守台灣 才是 中華民國 立足於 台灣地區 那 它 在1949年之前 究竟是不是 擁有 這個 台灣地區的主權呢? 其實有些人是不承認的 現在 這個 蔡英文 又在這些 位置那裡玩東西 覆了她的機器 這個人是壞得不得了 這個人 它就說 中華民國 立足台灣以來的 第七十三個國慶日 這個就是 其實 這個數字 當然是 計錯了 1945年的時候 已經是拿回台灣地區 就是中華民國 已經是 它又 不是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這樣說 其實 這個情況 很離譜 這個情況 蔡英文是偷偷摸摸的 她是偷摸摸的 蔡英文是最喜歡的 一開始已經寫明了 你們是中華民國 一敗一十一年 那 事實上 就是 1945年 日本戰敗之後 就是 台灣已經是 給回中華民國的 現在 竟然是 一個 中華民國 引號 即是總統 竟然 好像 找一些小動作 去不承認 這件事 哇 很離譜 現在看到這個情況 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這些小動作 你也要搞 其實 說真的 現在 這個情況 台海已經很緊張了 你還要搞這些小動作 整件事 真的很不適合 是非常非常不適合 當然 你說 是不是 他們國慶不應該慶祝 我覺得 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承認中華民國 比不承認中華民國 我的態度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台灣地區 有些人已經說 我 中華民國 國慶不關我們事 這樣 這個就是方卡茂到極點 其實 對不對 你能不能夠 好像蔡英文這樣說 比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喂 說真的 很坦白說 現在的問題就是 台灣人民需要一個更好的台灣 就不是說 世界需要一個更好的台灣 這個 蔡英文 還有 蔡英文有幾件事很差 有些人做了一些統計 就是 他的演說那裡 大概是四千五百多字 提到台灣就五十一次 中華民國就提了三次 其實 這個 國慶 其實就是 他們的角度來講 應該就是中華民國是主體的 不是的 他講了中華民國台灣三次 還有 蔡英文說了 台灣的四大人性 什麼四大人性呢 什麼四大人性呢 就是經濟產業 社會安全網 民主自由體制 國防戰力 他說現在的目標就是 成為一個更強硬的國家 這個是要加上一個引號 當然我們就 這個 蔡英文說 他哪三個位置講中華民國 大家可以知道 今天是中華民國 111年的國慶 也是中華民國 立足台灣以來的 第七十三個 國慶日 他是這樣說的 當然這裡 我們已經講了他有問題 他是由1949年開始計算的 就不是由1945年開始計算的 就不是由1945年開始計算的 蔡英文說 他第三次講 這個中華民國是什麼時候呢 最後講的 就是中華民國加油 這四個字是從這裡出來的 他就沒有再提過 這個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接著就 那當然 就是 這個蔡英文 他就 全文裡 就提了 整個演說那裡 就講了台灣 46次 講了46次 那 所以 真的很坦白說 我們 51次不是46次 51次 對不起 我現在都講錯了一個數字 但是 現在的情況 我看到 台灣地區 如果再是蔡英文 開莊的話 都很麻煩 都是很難搞的 我懷疑 他就是挺台灣地位未定論 這個台灣地位未定論 其實台獨分子是很喜歡講的 所以我 就覺得這個 蔡英文 就是 包藏這個禍心 是非常可惡的 可恨 真是可恨到不得了 這個人 說到這裡就算了 大懶人說他們經常想矮化中華民國 想藉此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 那 那 Fansou也說 他死了 就比中國台灣人更好的台灣 其實台灣 要好一點 其實不是 沒有得好一點的 其實有得好一點的 要好一點的話 其實有一件事 我認為 就是要開始想想 怎樣 怎樣 可以 跟國內 加強 連繫 因為 現在你看到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 當跟內地的關係差的時候 台灣人民 就過得很差 其實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 中國人都是說兩個字 很多東西都是要說關係 就是 兩岸關係都是一個關係 要處理得好才行 你處理不好兩岸關係 你根本 就是沒有辦法 令台灣人的生活過得更好 這個是現實問題來的 那 當然 這班 就是 錄影 都是很醜的 那 那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是說只可以武童 如果是的話 就是台灣人民很嚴重 現實就是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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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去一個好一點的地方嗎 我就不太認為是這樣 好了 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我也想說一下 其實 蔡英格里斯 不能夠代表所有台灣人民 雖然有很多人投票給她 但是 其實 台灣地區 仍然有不少的人 認為都是要統一的 但是 當然 現在支持統一的聲音很薄弱 其實就 很少 最多就是維持現狀 現在台灣地區 聲音最大就是維持現狀 現在最通行的政治論述就是 要維持現狀就是要講台獨 但是 這不是現實問題 就是我的看法 香港藝民就說 兩岸關係好的話 綠營就沒有飯吃 是的 其實是的 但是 你回頭看一看 就是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其實 坦白說 兩岸關係好 一般人生活都過得好 其實是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於4 說指 by bwd6 by bwd6